疫情过后哪个行业会暴富 有这么三个行业会强势崛起 希望大家能够看准这三个行业 抓住机会 然后提前布局 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 很多行业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全国95%的企业都比往年推迟复工 那么在疫情之后 有哪些行业会特别特别好赚钱呢 第一种行业在我看来 就是电商短视频 游戏 线上教育 知识付费等线上项目 大家一定要关注线上项目 因为空前的发展机遇 人们变得越来越窄 如果窄的这种习惯一旦形成 往往就会延续下去 在这种宅生活的基础上 这个行业相信就会顺势爆发 我们不用出去娱乐 只需要看短视频就可以了 我们不用出去听课 我们在线上听课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就是这几个线上项目 给予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遇 那么第二点是在线办公 疫情期间让很多企业都停工了 单位为了能够改善工作进度 许多企业都开启了在线办公 比如说在线上进行直播 开会 沟通 文件传输 所以说在未来成为一种办公形式 就是线上办公 线上办公的软件 也会随之得到不断的发展 适合家中办公的用品 销量也会上涨 那么第三种行业就是同城物流 跑腿服务 未来的人会变得越来越来越来越独立 越来越不喜欢跟人接触 这个行业会变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三个行业你一定要看准提前布局吧